山東濟南市仍在執行清零政策 12月3日宣布新增429處高風險區 實行區域封閉管理 4日 地下區和荊科區部分社區發出通告 要求樓道單元封閉管理 所有公策嚴格執行 常鎖碼 掃碼入冊制度 並查验 檢測 核酸證明 12月3日 濟南要求所有公策 入冊掃常鎖碼 檢驗核酸檢測證明 網友說 這還加碼了 在魯村 你一天不做核酸 中午12點前就會接到社區的電話 他們沒有脫子 拿脫子嘛 濟南市民屈先生認為 核酸檢測和封控存在利益鏈關係 濟南當局不會輕易放寬清零政策 除了濟南 新疆和浙江也傳出延續封控的消息 解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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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疆烏魯木齊上月24日發生火災後 在民意的壓力下 官方雖然宣稱逐步解封 但仍強調管理為主 經過三個多月的封控後 新疆已是百夜凋零 而在浙江杭州 日前傳出有防疫人員闖入民宅 拉人隔離不成施暴的案例 而且杭州仍實行全員核酸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夏敦喉 李珊珊、劉芳採訪報導